坐上秋红人的手排货车 夹足了马力走在产业档路上 一路颠簸 摇摇晃晃到了这片茶园 还没来得及好好喘口气休息 开始除草 坚持不用除草剂 只仰赖人力 背着沉甸甸的除草剂 把整片茶园走一遍 而这只是手不取 还得施肥 主机脂肥料 对土壤来讲会比较好 然后我们茶叶的品质 做出来的话 也会比较高一点点 大从12年前 开始接手家中的茶园管理 求红人打定主意 不用化学肥料和除草剂 尊重大自然 和这片土地的自然时序 差一点点在肥料生命 然后对自然环境的维护 34岁的秋红人 无奉技术学院日文科毕业 当兵退伍后 因为不忍心看母亲一个人 得张罗五分多地的茶园 一人留在故乡种茶 农贤时还担任了 阿里山风景区导览之工 而这一待就是12年 和采茶的资深美少女 彼此互动就像一家人 茶农就像手工业一样 从采摘 尾雕 草精 柔练 几块 处处都需要人力投入 秋红人坚持有机耕种 增加了人力物力成本 所幸土地没有辜负他细心呵护 去年种出来的茶叶 打败了两岸上千名的茶农 得到冠军 赢到两岸茶王的称号 有点不简单 我们是你的光影 看着秋红人为茶园做出的努力 母亲非常欣慰 两个弟弟也决定 留在瑞丽茶园一同打拼 兄弟齐力 让甘润醇厚的茶汤 还喝得到另一种叫做土地的滋味 民事新闻 郑荣文嘉义报道 下次再见 不错